我们看第三个大问题 关于合同成本 合同成本里面涉及有合同履约成本 还有合同取得成本 先说第一个问题 合同履约成本 我们前面也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 再看一下具体的 说企业为履行合同发生的成本 不属于其他会计准则 规范范围且同时满足下来条件的 应当作为合同履约成本 确认相资产 那这里面谈到说 不属于其他会计准则规范的 那有那么个提示 说其他会计准则 比如存货 存货成本通过生产成本 开发成本科目去核算去 就不用反映到合同履约成本 也就是说一项资产 它成本形成值 用什么科目来核算 那固定资产成本通过的是 再进工程 无形资产的是通过研发支出 当然也有的 比如投资性房地产要是再建 来个投资性房地产再建 也有这种情形 这是说其他会计准则 那如果不是这一些 一项资产形成的成本 你就反映到合同履约成本里面去 就这样的概念 那成本的构成 其实呢 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 比如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都一样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该成本与一份当前 或预期取得的合同直接相关 说有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那你存货成本不也是这样说的吗 说明确由客户承担的成本 以及应该合同发生的其他成本 那就明确了客户承担 也算 那第二 该成本增加了企业未来 用于履行履业义务的资源 你发生成本以后 我们 要向客户收取去 那再有成本预期能够收回 这是合同预约成本 是不是说发生的所有的东西 都要记住合同预约成本 那也不是 说企业应当 在下列支出发生时 将其记住当期随意 第一个是管理费用 比如说行政管理部门 发生的管理费用 我们都一样 现在都记管理费用 然后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说这些支出为履行合同发生 但未反映在合同价格中 一般的像合同价格里没有它 没有这种非正常的消耗的 除非客户说了 你会有一些非正常消耗的东西 我这一部分给你钱 合同价格里含了 那我们当然把非正常消耗的这一部分可以进程的 一般不会有的 所以没有特别说明 那你非常原因造成的这部分净损失 那都是营业外支出去 那第三 与履约义务中 以履行的部分相关的支出 已经履行完了 那么把它载有支出即当其损益去 第四 无法在尚未履行的 与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区分的相关支出 你要都分不开 也即当其损益 第二个问题是合同取得成本 取得合同发生的成本 那这个呢 必须是一个增量成本 就是说 取得这项合同发生 我不取得是就不发生 这是合同取得成本 你比如说 我做一些禁止调查 能不能取得合同不知道 这就不叫合同取得成本 再比如说有招投标 人家那边招标 我去投标去了 能不能中不知道 这也不叫合同取得成本 但是如果说 取得一项合同 我就支付佣金 不取得不给佣金 那这就是增量成本 取得合同发生 不取得就不发生 如果说 取得这项合同发生增量成本 预期能够收回的 那你把它确认一下 资产 以后去进行贪销 但是合同取得成本 贪销是销售费用 贪销期不超过一年的发生 是直接寄销售费用也行 我们看个例题 贾公司是一家咨询公司 其通过竞标赢得一个新客户 那为了取得该客户的合同 贾公司发生下列支出 聘请外部律师 进行尽职调查的支出 一万五 那这个 不是直接支出 不属于合同取得成本 因投标发生的拆旅费 一万元 那也不是合同取得成本 你投标能不能取得合同 不知道 第三销售人员佣金五千 贾公司与其这些支出 未来能够收回 那这个销售人员佣金是说 取得合同给 不取得合同不给 所以它是一个增量成本 属于合同取得成本 说此外 贾公司根据其年度销售目标 整体盈利情况及个人业绩等 向销售部门经理支付年度奖金一万 这与取得合同 成本没有关系 那因此 只是销售人员的佣金 是增量成本 作为合同取得成本 确认一项资产 第三 与合同履约成本 和合同取得成本 有关的资产的摊销和减值 一个是摊销 我们知道一项资产的形成实成本 然后这项资产转移给客户了 我们要确认收入 那确认收入 当然资产相应的价值要转到费用里去 因为资产减少形成费用 这就摊销 比如说我们存货准收 把自己生产的产品 卖出去了 取得收入 确认收入 那要截资产出产品成本 比如借记 主要业务成本 带库存产品 那这个合同履约成本 取得成本也一样 一旦有收入了 那你按照相同一些基础 把合同履约成本 要进行摊销 合同取得成本 要进行摊销 这一样的一回事 然后简直 合同履约成本 取得成本 简直 实际上是在收入准备里规范的 我们看他怎么讲 对抗的简直 实际上 和存货里面谈到材料的简直 原理是一样的 他说 合同履约成本 和合同取得成本的账面价值 高于下列两项差额的 超出部分应当具体简直准备 并确认简直损失 那两项的差 实际上 就相当于材料存货 比如说用于生产产品 来确定它的 可边线静值一样 那不是说产品售价减去进一步 加工成本 类似 但是材料里面还会设计 说把产品卖掉的销售税费 这是怎么说的 哪两项差 一 企业因转让与该资产相关的商品 预期能够取得剩余对价 这不是一个估计售价 它是有问题吗 第二 未转让该相关商品估计 仅仅要发上成本 这不就属于进一步加工成本呢 所以一样 那当然 它的减值是可以往回转 转的时候呢 不能超过不具体减值准备情况下 该资产再转回日的账面价值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看第四个问题 关于特定交易的会计处理 特定交易第一个 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 那这种情况是说 我们把货物卖给客户 客户可以退货 所以就牵扯到一个可变对价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要是根据以往经见 认为客户退货的可能性是10% 那你10%部分不能进入交易价格 那技术交易价格就会涉及到 不确定因素啊 那销售之前 它很可能会发生重大转回 我们不让它发生重大转回 所以按照可变对价的限制 估计退货的这一部分的价款 你要确认负债 不能记住交易价格 确认收入去 这样在进行会计处理的过程中 能够根据以往经验决定退货可能性 估计退货部分的价款 反映到预计负债 所以你看账务处理的时候 是怎么说的 借应收账款 如果钱还没有收到 代方主营业务收入 不退货这一部分 说按照应向客户转让商品 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 是这一块 那按照预期销售退回 而退还的金额 反映到预计负债 那正常的肖像出一个 该怎么确认怎么确认 之后 截转已出商品成本 因为退货 货物退回来这一部分 还是我们的资产 但是不是昆仑商品 你估计的事情 没有真正退回 我们把它反映到 应收退货成本这项资产 这个应收退货成本 说按照预期将退回商品 转让时的账面价值 扣除收回该商品 预计发生的成本 就是有的一些情况下 商品退回来了 我们还要发生一些成本 比如说我们商品 一共一百件 说百分之十退货 那估计退货十件 如果说每一件的价格 当时是一百块钱 那正常来讲 应收退货成本 十件乘以一百 一千 但是 如果一旦有退货 我们每一件 还要发生成本 五块钱 那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用十 乘的是九十五 所以一百要减去 那个五 变成九十五 那个五 乘以内十件 就是应收退货成本 之后差额 反映到主营业务成本中 那提示 每一资产负债表 企业应当重新估计 未来销售退回情况 都要重来 因为它是一个 会计估计嘛 所以把它作为会计估计 变高进行处理 好 看了一题 假公司 是一家健身器材销售公司 某七年11月1日 假公司向乙公司 销售五千件健身器材 单位销售价格是五百块钱 单位成本是四百 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销售价格是 二百五十万元 增值税呢 是三十二雕五万元 健身器材已经发出 但款项尚未收到 根据协议约定 乙公司应于某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 支付货款 在某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前 有权退还健身器材 假公司根据过去的经验 估计该批健身器材的退货率 约为百分之二十 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说开始是估计百分之二十会退货 那你百分之二十的这部分价款 就不能进入交易价格 因为进入交易价格 将来极可能会发生重大转回 所以价款部分要反映到预计覆盖 接下来说 在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假公司对退货率进行了重新评估 认为只有百分之十的健身器材会被退货 假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健身器材发出时纳税义务已经发生 实际发生退回时取得税务机关开具的 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 假定健身器材发出时控制权转移给已公司 看一下假公司的账务处理 二百五十万的百分之二十 反映到预计负债 预计负债应付退货款 那主营业务收入反映二百五十万的百分之二百万 增值税是全部反映了 二百五十万乘以百分之十三 那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三十二万五千 应收账款反映的是全部 二百八十二万五千 因为说了还没有收到款项 然后百分之二十相当于一千件 所以一千件乘以每一件四百 那应收退货成本 这个没有涉及到说 因为退货我们在发生什么成本 如果有的话 你相应的减少应收退货成本的数字 要发生的这东西不是我们的资产 应收退货成本是一项资产 那比如说你要有时间短的 其他流动资产报表项目 长的其他费流动资产 它是资产 最后的差额是主营业务成本 那我们现在呢 注营业务成反映一百六十万 第二 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收到货款时 借房借记银行存款 二百八十二万五千 贷应收账款 二百八十二万五千 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假公司对退货率 进行了重新评估 原来的是估计退货率 百分之二十 现在下降到百分之十了 那你在冲掉原来百分之十 你想一共当时五千件 百分之十五百件 那你冲掉五百件 五百件乘以每一件的售价 五百 那就是二十五万 我们把应收退货成本 也要减少五百件 每一件是四百 五百乘以四百 二十万 和借主营业务成本 代房代机应收退货成本 这是一个调整 第四 某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发生销售退回 实际退货是四百件 我们原来估计的呢 还是五百件 那你现在是退货四百件 这样的库存商品 就应该是四百件乘以四百 您真正退回来了 十六万 然后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格 那这里面 实际退回四百件 每件五百 就二十万 二十万乘以13% 两万六 是这个数 预计负债应付退货款 说全都给他冲了 因为已经结束了 贷方应收退过成本 他说四百件 那我们现在呢 四百件 每件是四百 十六万 或者说把应收退过成本 我们前面所剩的那二十万 都冲了也行 它是分两部的 你在这全冲了也行 那贷方主营业务收入 五万 原来我们之前 上个资产负债表日估计退的是五百件 实际退了四百 那一百件乘以五百 五万要确认主营业务收 然后呢 银行存款退的 四百件 乘以五百 再乘以一价百分之十三 二十万六千 然后我们当然把这应收退过成本的四万 那就差了那一百件的呗 再转到主营业务成本 这个完全是退过期满时 比如说我们借方加个主营业务成本 代方邮收退过成本二十万全充了 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看一下18年考题资料二 A公司于某七年12月31日 向某非关联方销售了一千件产品 单位售价是一千四百四十 单位成本是一零八零 A公司于某七年12月31日 向该非关联方交付该批产品 并收取了全部款项 根据合同约定 购买方有权再收到产品的三十天内退货 根据历史经验 A公司预计退货率百分之十 上述金额均不包含增值税 对于上述交易 A公司于某七年12月31日 确认营业收入一百四十四万 和营业成本一百零八万 它就全额来了 一千件乘以每件一四四零 确认收入了 那营业成本的也是按单位成本一零八零 然后乘以一千件去确认的 这不行 就是我们估计退货这一部分 是不可以确认收入 阶段以上上面成本的 要求 假定不考虑其他条件 指出A公司的收入 确认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存在不当之处 如果存在不当之处 解药说明理由 并提出恰当的处理意见 不考虑相关税费或地盐所得税理影响 说存在不当之处 理由就是购买方有权再收到 产品的三十天内退货 那该销售交易属于 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 你确认收入时 不应包含预期销售退回将要退还的金额 因为那一部分应该反映到预计负债里去 我处理意见 A公司应在客户取得相关上面控制权时 我们确认收入的金额 那只能是90%部分 10%这一部分 你要反映到预计负债里去 就是说1000件乘以1440的10% 预计负债剩下的券售收入去 那同样的截转 你说上面成本 也是90%部分 那10%部分 你应该反映到应收退回成本 但是你说处理意见时 你要写分录的形式 他也不会扣分 用文字这样来写呢 当然更好一点 第二个问题 负有质量保证条款的销售 就是把产品卖出去了 可能会有一些质量保证条款 那这个呢 我们要注意 负有质量保证条款 到底是法定质保 还是服务型质保 如果法定质保是由货有事项准则规范的 我们也谈到了 那是属于预提产品质量保证费用方式进行处理 如果要是属于服务型质保 那是执行收入准则的 它会构成单项履约义务的 法定质保的意思就是说 说这件事情 从法律角度来说 必须要这样做 你把产品卖出去了 那后面不能什么都不管 有些事情了 要负责的 服务型质保 有时这一部分你要是单独收费的 比如说 4S店卖汽车 可能呢 这汽车谈的差不多了 4S店又来人了 来个销售人员说 你这个车挺好 我跟你再严惩两年质保 你再加多少钱 你看我跟你提供的服务很好 你这里面有很多这个电子的器件 一旦说再过多长时间 出现问题了 一个配件 一个小的东西 可能要花很多钱 我都给你保 然后你再给我交两万块钱 那这就是典型的一个服务型质保 服务型质保是构成单向旅游义务的 那下面我们看吧 怎么判断 是法定质保还是服务型质保 说客户是否有单独购买质量保证的选择权 那如果是单买的 那这个肯定是属于服务型质保 那将质量保证作为单向旅游义务的 那接下来说 不是 不是是不是说 那一定法定质保 不一定 说是否提供了 除所销售商品符合既定标准以外的质量保证 你本来正常法定那个该保的东西 是不是之外 如果你之外的还保 那也是会构成单向旅游义务 构成单向旅游义务 我们就应该把交易价格去 按照单独售价比例去分摊 比如我们后面会看到一个例子里说 手机卖出去了 以后手机进水了 他也管 这个肯定符合既定标准以外的 那既定标准里面什么时候说 手机进水了也管 那在这种情况卖手机的时候 你就不能说收到的款项全部确实手机收入 因为还有这一个服务型质保的事情 你又把它要确认收入 那如果说 也没有符合既定标准以外的质量保证这个问题 又不是属于单独购买的 那就属于法庭质保 质量保证就作为或有事项处理 那我们看这个例题 假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 销售一部手机 该手机自出售起一年内如果发生质量问题 假公司负责提供质量保证服务 此外 在此期间 由于客户使用不到 例如手机进水 你看这说这个 等原因造成的产品故障 假公司也免费提供维修服务 该维修服务不能单独购买 那现在它就是一个既定标准以外的事情 我们把卖手机收到的款项分摊到两项旅 一个手机 一个就是这个质保 说的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考试在这也可以做文章 让你判断到底是主要责任人 还是代理人 判断原则 就是商品转移给客户之前 随待控制 随控制 随就是主要责任人 那这是个原则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企业承诺自行向客户提供特定商品 既企业再将特定商品转让给客户之前 控制该商品的 表明他的身份就是主要责任人 这是一个最关键 随待控制 那第二 企业承诺安排他人提供特定商品的 既为他人提供协助 那企业再特定商品转让给客户之前 不控制该商品的 那身份的就是代理人 你要不控制的就不行 就是代理人 我们还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说 主要责任人是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代理人是按净额法确认收入 这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能够想象得到 那企业里面的有时都想方设法的是增加收入 因为收入高了 你可以跟同行业的进行竞争 你看我的收入达到多少 都愿意用总额法确认收入 所以以后你比如说本来这件事情 可以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但一旦要处理不好 合同处理不好 可能就进额法 比如说商品转移给客户之前 我没有控制 那就进额法了 而企业应当根据 其他向客户转让商品线 是否拥有他的控制权 来进行判断 也说过嘛 企业再向客户转让商品线 能够控制就主要责任 按总额法确认收入 控制不了的就是代理人 当存在第三方参与企业向客户提供商品时 企业向客户转让特定商品之前 能够控制该商品 那就作为主要责任 我们包括一些情形 第一个 企业自第三方取得商品 或其他资产控制权后 再把它转让给客户 比如我们前面曾经谈到过 装修安电梯 我们电梯从第三方买来了 买完我们控制 取得了商品 然后我们再转给客户 客户验收合格 所以电梯本身 王安东总额法确认收入 那第二 企业能够主导该第三方 代表本企业向客户提供服务 比如委托代销 我们委托方 把自己商品委托收入方代销 我主导他 该怎么做怎么做 那我们委托方主要责任人 第三 企业自该第三方取得商品控制权后 通过提供重大的服务 将该商品与其他商品整合成合同约定的某组合产出 转让给客户 我们又经过加工了 经过提供重大的服务了 组合产出 构成担心的约翼 那肯定是主要责任人 总管法确认收入 如果企业仅仅是在特定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之前 暂时的获得该特定商品法定所有权 那这并不意味着企业一定控制了该商品 我们判断的时候当然还有一些实时情况 就总的原则是商品转让给客户之前 对他能够实时控制 这是个原则 我们控制的时候说 不仅局限于合同的法律形式 还要看相关事实和情况 这些包括什么呢 说第一个 企业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 说这个商品啊 转给客户了 谁来承担主要责任 承担主要责任从客户的角度来进行评估 比如客户看 这时候应该谁负责 那比如说 客户在商场里买东西 商场里可能会有一些各个柜台 是随意进行承包的 但是这个发票 别管是哪个柜台卖的东西发票 都是商场开的 那从客户角度来进行评估 谁对这商品承担主要责任 他说找商场 因为你发票是商场开的 我到时候就找你 那第二个 企业在转让商品之前或之后 承担了该商品的存活风险 就你存活风险转让之前最承担 转让之后最承担 比如商场里卖东西 这个租户 商品卖之前 完全都是由租户自己 去调配 去管理 那之前风险商场不管 那就是租户承担 如果说把商品卖出去 商场说我也不管 退货我也不管你 整个损失都你自己去算去 那还是这个他承担 那如果说 商场说了以后退货 客户可以找我 也可以找你 那可能就共同承担 就是关于这个风险的问题 一旦出问题 谁来承担 说第三企业有权自主决定 所交易商品的价格 如果商场里卖东西 那个租户呢说 我可以自己决定 商场啥也不管 那他就自主决定 那有的一些情况下 商场说 在我商场卖东西 你打折不能过高 不能说打折比八折 还赌 你自己在那边 一下打四折就卖了 那不行 那有时候可能就会 双方都受影响 来进行决定 就说这个问题 还有其他事实和情况 我们都有一个是其他 当然了 我们在进行判断的过程中 主要的还是要看 商品转移给客户之前 随在控制 这是最主要的 包括我们考试是有这种题目 也应该按照这个来判断 我们看例题 假公司是一家经营高端品牌的百货公司 采用与品牌服装供应商合作的经营模式 某高端品牌供应商 以公司在假公司指定区域设立专柜 就是专卖店 提供约定的品牌商品 并委派营业员销售商品 可假定的本案例不包含租赁 以公司负责专柜内的商品保管 出售调配或下降 这是说以都负责这个东西 承担丢失和回损风险 拥有未受商品的所有权 以公司负责实际定价销售 假公司负责对百货公司内销售的商品 统一收款开局发票 那假公司将收到的客户款项扣出10%后 支付给已公司 假公司通过各种速销活动 以提高百货公司的总体绩效 速销活动分为假公司主导的速销活动和已公司自行打折活动 那假公司主导的先关速销活动费用 有些由假公司自行承担 有些由假公司与已公司共同承担 已公司自行开展的打折活动 需获得假公司同意 假公司会要求其打折的幅度和范围符合假公司的定位 例如打折幅度不能过大 保证不打折的新商品的比例不能过低等 如果需办理退款货的 假公司可自行决定为客户办理退款货 赔偿等事项 之后可向已公司追偿 假定客户购买商品 向假公司支付价款1000 假公司扣出100元后支付给已公司900 我们不考虑其他一些因素 你比如说这里面要是从存货的风险 在存货卖之前 这个风险完全是以来负责 那之后的假其实也承担风险 说你先到假那边给办理退货 赔偿 然后再向已追偿 那实际上假也有风险 然后说从定价的角度来说 虽然是以为主 但是假那边也有限制 那你要说 一旦出什么问题 谁承担主要责任 客户可能会找百货公司 因为他统一收款 开局发票 那我们真正要判断 你主要就要看什么 商品卖给客户之前 谁在控制 所以这里面 真正的商品控制的 还是已 并不是假 假只是个代理人 所以假确认的收入是一个净 你转给客户之前 以主导商品的使用 什么这些呢 出售 调配 下架等等 都是他 他获得全部利益 所以他在控制商品 是主要责任的 所以我刚刚要谈到这个迹象 给大家进行说明了 迹象里面可能有很多 但最主要的 商品转移的给客户之前 随得控制 随控制 随着主要责任人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假公司是一家 知名服装品牌生产零售商 拥有数百家直销的连锁店 小型服装生产商 乙公司向假公司供应服装 乙公司将按照假公司 选定供货清单的要求 将商品发送到假公司 指定的直营门店 商品收到后 假公司组织验货 按照供货清单合力商品 确保没有短议 或不对版等情形 假公司 将从已公司采购的服装 与其自产的服装 一起管理并负责实际销售 其商标为假公司商标 对外宣传为联名款 假以双方协商确定调牌价 假公司在调牌价7折以上 可自行对外销售并制定相应的促销策略 其者以下需得到乙公司取可 假以双方根据销售收入 每月五五分成 如果商品自上架陈列30日 仍未售出 假公司有权将未售出的商品 全部退回给乙公司 但在假公司决定将商品退回前 乙公司不得取回调换或移送商品 如果需办理退换货的 假公司可自行决定 为客户办理退换货 赔偿等事项 之后可向乙公司立场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所以你从这里面说的就可以看到 那你这个商品转给客户之前 假的这边实际已经控制了 如果假要是控制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主要责任人 因为这里面出售 调配下架 那都有假来进行主导 那控制的商品主要责任人 那你看说迹象 迹象 这个我们考试时 你不用说关注的特别多 你工作过程中当然有迹象 迹象有时候就看 谁在控制这个东西 说控制相关的迹象 一是从客户角度 假公司承担销售 退完货 赔偿的主要责任 那第二个 转让商品之前 假以均承担了该商品的策划风险 那之前这个事情 转让商品之后 已承担了该商品的策划风险 那个调牌加双方定 但最终我们还是要说 转让给客户直接随在控制 所以这个假是主要责任 我们再看下面的例题 某七年一月 假旅行社 从A航空公司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折扣机票 并对外销售 假旅行社 向旅客销售机票时 可自行决定机票的价格的 未收出的机票 不能退款给A航空公司 那这个他就主要责任人 因为这些机票 从航空公司买了 他在控制 比如说卖多少钱 卖不了也不能退款A航空公司 那就主要责任人呗 但是假如说 如果给航空公司代卖机票 卖一张机票收多少钱 那他就代理人 我们再看下面的例题 假公司经营购货网站 在该网站购物的消费者 可以明确获知 在该网站上销售的商品 均为其他零售商直接销售的商品 假只是一个购货网站 这些零售商负责发货 以及售货服务等 假公司与零售商签订的合同约定 该网站所售商品的采购 定价 发货 以及售货服务等 均由零售商自行负责 那假公司仅负责协助零售商 和消费者结算货款 并按照每笔交易的实际销售额收取5%的英金 这个倒比较只管 就是真正商品转给客户之前 都是这些零售商在控制 全会他管 所以零售商肯定是主要责任的 那假公司经营的购物网站 这假公司他一定是个代理人 他根本没有控制 这就是关于主要责任代理人的判断的问题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